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因为吃风不足 所以从将近1300英尺的高空坠落重衰 那么当场一度是没有呼吸心跳的 不过令人振奋的是经过了抢救之后 现在它的昏迷指数已经从3提升到了7 稍后如果有最新情形 我们都会随时进行插播的连线报道 带您来关注这个讯息 而当然回到了政治焦点 民进党昨天正式决定自提人选 那么也就是宣告跟无党籍的柯文哲没有了合作的可能性 因为柯文哲他也说他不会加入民进党 那么党内的强暴到底有谁呢 包括赖清德 陈菊也都成为了讨论的话题 可是就是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赖清德很强啊 所以才刚刚决定要分手 没有办法高唱 分手快乐 反而是不是慢慢的演变成恐怖情人呢 我们来看柯文哲下午接受议会质询 他马上火力全开 毫不留情的质疑 柯文哲的务实台独 他甚至讲说在这个位置上啊 不能这样讲 这是不负责任的 不过他一边批台独 另外一边柯文哲是不是 还是要打算巩固他在两岸一家亲的立场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柯文哲他在回应 同样是议员钟小平的提问的时候 他说呢 两岸一家亲 我是支持的 但是呢 我最讨厌人家逼我讲 那么批台独 但是听两岸一家亲 在这个蓝大于绿的台北市的选民结构之下 柯文哲的抢票策略就是 弃深绿而决定要抢大蓝 所以难怪民进党呢 才决定跟柯文哲划清界线 丁手中马上要开始消毒 弃丁宝科 就怕自己的票被柯文哲挖走呢 不过对民长来讲 自己要决定提名自己的人 还是为了要顾好自己的所谓装跟基本盘 因为这不只是联动到了新北市 中南部的选情 民进党更是要好好的操盘 因为跟柯文哲切割之后 那么中南部选情到底会如何发展呢 另外当然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一直直接在发生的 就是两岸关系的部分了 尤其是在520前这个敏感的时刻 中国的飞机跟船舰 不断地在扰台阶的船 是有关于军舰的部分 而我们知道 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挑衅动作 可以说是越来越大 我们先看到的是5月11号 中共的海军同步来进行绕台的 有中共的军舰逼近台湾 最近的时候只有30海里 而另外美国的媒体也帮我们关注到是 中国的解放军呢 正在福建大举的扩建空军基地 那么是要增加这个基础建设 方便它未来在接近台湾跟钓鱼岛这个基地 来部署更多的战机 好 所以说不止 这个在这个军事的威迫的动作是越来越大 还有就是年底的选举 国台办也开始又对台湾喊话了 说什么呢 要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分裂 甚至于国台办也直接就发言说 我们是有在密切关注 所谓台独分子的发言 我们甚至有一份名单 我们知道年底的选举 大家都一直说啊 这个是地方选举了 只选县市长跟议员 被定调是基层选举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红色势力 早就已经在固署 要企图影响我们的选情 所以说看选举 不能只看地方的小事 包括了对岸的动作 我们要还好带大家来关注 好 开始之前呢 先来介绍几位语谈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民进党立法委员黄伟哲 之前好 大家好 欢迎不当党产委员会的委员杨伟中 主称 大家好 欢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也是党团总召李清风 大家好 欢迎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也是要代表国民党参选 桃源市长的立委陈学胜 大家好 欢迎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大家好 欢迎资深的政治评论员余美美 全好 大家好 好 开始之前就先来关注 这个为什么分手快乐 好像这个只能说说 很难讲的出口 因为现在才昨天呢 民进党确定就是跟柯文哲 从此分道扬镳 而柯文哲是不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因为虽然说他的行程不受影响 但是呢对于赖清德跟陈菊 呼声很高 可能挑战他 柯文哲呢 他认为这个绿营的走向 他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他却反过来批评 柯文哲批评赖清德的台独 说是不负责任 我们带你来看 在民进党决定自提人选的隔天 里长热情送暖 柯署长想必觉得就刚心 亢探这一场南港区的市政活动 蓝律师议员没有一位亲自出席 敏感时间避免和市长同台 不过柯批当然不可能 坐以待毙 两岸议题他反批律营 跟民进党不再是盟友关系 柯文哲要操心的 不只是对手哪位 还有团队人事问题 毕竟有多位首长都是借降绿营 不只有副市长陈景俊 负责申根地方的 民政局长蓝士聪 动态魏尼 从2014年就一路 帮忙至今的副秘书长李文英 第一时间递出辞呈 柯文哲火速批准 先辞呈只要零三秒以内 所以签了吗 签了 有啦 未留 不过是这样 他基于个人的政治理念 他也觉得说他这样很为难 我说大家不要为难 那就 不过那个计刃人群 我们大概很快就会宣布 我在想说 是不是再拜半个海选 看招募年轻人 来参加竞选团队 不管是是否空缺 还是组成竞选团队 2018不比2014年 虽然柯文哲有现任优势 但没了民进党奥远 连任之路 一场应战 在所难免 传绿新闻 我们不干净 那是否空调不到 柯文哲看起来 其实蛮有私信的 这个想法都已经想好了 包括副秘书长 他也说人选都准备好了 反正签一个辞呈 只要三秒钟 如果缺人的话 那就海选吧 不过我们会发现 柯文哲在讲 批评台独的部分 这个说法 其实好像不陌生 对不对 因为这个 其实在立法院当中 国民党的委员 也曾经用同样的方式 质疑过赖清德 只是对于两岸一家亲 他又怎么回应 带您来听 他在市议会的说法 依据两岸一家亲 成为柯文哲和民进党 分手导火线之一 还要被蓝营绩效 试来骗选票 我不会让你骗到 用脚勾引我们 两岸概念股的选民 重提两岸一家亲 而骗到混淆 你冒充蓝军 所以我就逼问你 成不承认九个共识 你答不出来 你就是白 你就不是蓝 如今摊牌白绿决裂 柯文哲还会坚持 两岸一家亲吗 两岸一家亲我是支持的 但是我就很讨厌 人家逼我讲 所以你支持两岸一家亲 对啊 可是你反对九个共识 柯文哲心中 两岸到底亲不亲 议员超好奇 问几遍都不嫌多 两岸一家亲还是低调 这没有问题嘛 不然你要一家丑 你要打一打去是不是 我就明白讲 其实我后来算一算 所以你今天 你今天敢讲出 两岸一家亲五个字了 反正民进党已经 反正跟你分手了 你也敢讲了吗 曾经为两岸一家亲言论 上广播节目道歉 现在民进党正式摊牌 似乎也没什么包袱 好担心 其实台湾花了三十几年 才走到今天 民主自由多元开放的程度 其实不应当为了这种 我常常就真的在互相检查 互相的意识形态 你觉得谁在检查你 我看每个都在检查我 两岸一家亲言论 对柯文哲而言 似乎变成双面刃 原本期待白色力量 海纳 白川 西纳 蓝绿 阵营 跳远 现在反而变得两边 不讨好 三院陈俊杰 陈孟哲 台北报导 好 对于柯文哲来说 现在是不是当他面临了 所谓既然与其 先被人家攻击 不如先攻击别人 这是不是一个 最佳的防守呢 我们来看 早上说分手 下午直询的时候 直接就点名说 赖清德 当然这是被议员 我必须持平地说 当然这是议员 国民党议员王宏威问的 只是问他可以不用回答 但他为什么要讲得这么白 就直接说呢 务实台独 在这个位置上 不能这么说 说赖清德这样是不负责任 所以说 这个韦哲 怎么来看柯文哲的这个反应 而且直接就这样对上 其实我说实话 咨询的时候 你们也常常咨询 这些政府官员嘛 答跟不答 识问虚答 你也可以识问识答 也可以有问不答 但他为什么要打得这么实在 我这么说吧 如果按照柯市长这样说 说站在行政院长的位置上 这中央的位置 全国最高行政首长位置上 不适合提到所谓统独问题 那么站在地方首长的位置上 何必要谈两岸家亲呢 这也不是统独问题 难道不是吗 如果说他可以 他可以讲说 如果说赖清德这个位置上 不适合谈这个统独 那我这个市长的位置上 我就谈市政就好了 他干嘛提栏安一家亲 所以表现这是双重标准 因为你们民进党 一直在检验他 所以说我们要作为 我们可以支持他的时候 我们可以认定这个人 是什么样的立场 但是他的立场之后 然后他会做市政 我们不干预他 记不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 民进党的协议 第一个我们不干预市政 第二个我们不会去塞人给他 这很清楚的 所以民进党对他 对柯文哲来讲 我们是非常棘手奋计的 只是在确定这个人 是不是值得支持之前 我们现在要知道说 他想法跟我们一样不一样 结果今天 如果说他想法跟连胜文一样 然后干脆当初支持连胜文 就好了 我们还要支持柯文哲 所以我觉得其实 当初要跟连胜文 做一个区隔的时候 做一个候选人 我们有我们的考量 那至于做行政院长 适不适于谈统独 适不适于表态自己的政治立场 我觉得是要尊重个人 就是我们尊重他对于 这个所谓两岸之间的论述一样 只是突然间发现 以前他是墨绿的 现在他说是两岸一家亲 所以说我们觉得说 也许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 就这样子而已 而且我记不记得当初 这个柯妈妈还讲说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没有不相欠了 对不起 当初2014年 是民进党不提候选人 来支持柯P 那如果是这样 如果我坦白讲 我们当然不是要要人情 如果这个叫做一个人情的话 因为他所谓有欠 欠人情嘛 那他应该也是 他不出来来支持民进党候选人 这样才还一报还一报 还人情啊 怎么可以讲说 我们自己提人 那就不相欠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我们不去耍嘴皮子 我们也不去 去做一些无略的口水战 我只是说 民进党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那因为 因为选对后 昨天罗列了一些理由 那我们决定说 我们提出我们自己的同志 就是这样子而已 至于柯P要怎么讲 说他不应该 我觉得 我想赖心的也不会回应他了 那但是我想问的是 伟终你怎么来看 就是当他认为说 反正他现在就是 先打所谓胜率的台独 他认为这不负责任 那么另外一方面 当然他就是巩固了两岸一家亲 但他讲说 我就讨厌人家逼我讲 但是我还是支持两岸一家亲 但是会去特别点到赖清德 是不是有某可能 他跟国民党的设定一样 因为丁守中说 他认为最强的人也是赖清德 所以他的锁定的目标 是不是也是赖清德 我先讲一下 我真的觉得市议员 真的在议会里面问统都问题 本身就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我坦白讲 当然我可以理解这些议员 是为了选举 然后为了这个有话题 好 那所以他这个不用做功课 只要耍嘴皮 不用替市民监督市政 所以我不懂议员 为什么要问这个 我的意思是说 从市民的角度 但是从政治角度 我理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柯文哲之前 有讲过说 他不会再回答总统的考卷 所以总统考卷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指两岸的议题 所以如果是这个原则的话 我坦白讲 我也不觉得 他应该回答这个议题 就是说 是 议员不该问 他可以识问议答吗 议员不该问市长 既然不该问的问题 他可以说这跟市政无关 对 那他其实坦白讲 也没有必要回答 所以这是我对这个问题 两个对基本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 这也符合自己柯文哲之前 跟大家讲的原则 就是我再也 我不回答总统的考题了 那所以既然是这样子 本来都不该做的事情 议员也好 市长也好 那为什么做了 那当然就是政治原因 那这个政治 当然就是选举 议员为了议员的选举 市长为了市长的选举 这个毫无疑问 那或许 他内心深处 真的会觉得 这跟赖清德这个有关吧 因为毕竟他过去 才能讲是比较尊赖一点 讲到赖的时候 他过去比较没有直接的批评 那现在这样子 是不是有这样子 因为最近有讨论说 要提局或者是提赖 是 那这个恐怕 自己有 科文哲自己内心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 这整场寻达 就是选举不是市政 我觉得很厌烦 好 所以说 但是我们来看 这个虽然说是选举 不是市政 但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选举的部分 包括一个媒体 最新的独家访问 说是 科文哲的内心话 那这位清科人士 他说什么 他说打科 等于就是导音 哇 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这位清科人士说 党主席蔡英文 其实是想跟 科文哲合作的 那么民进党词举 打科等于就是导音 所以从今天开始 会产生蝴蝶效应 未来将整个失控 然后还说什么 他说呢 清科人士不会 他说如果狮子 决定要吃掉你的时候 不管你是站着跪着 坐着趴着 结果都一样 就是要把你吃掉 所以他就更经意讲 科文哲当时是 选对会讲说 你决定 你们决定配合我 但科也不客气的说 民进党在干什么 我不是反对小英 我是反对 你们把国家搞烂 你们再搞小英 不是打科 再导音吧 所以说现在 这个专访的内容 是在暗示说 其实你不选我 科文哲就表示说 其实你也是不听 你们的老大蔡英文吗 议员 这个基层反应 怎么这个声音 都没有出来 现在才出来 科文哲的内心话 怎么不早一点讲 科市长其实已经很熟练 操弄那个政治的 包括颜色政治 或者是劣解 刚才伟终提的 在议会里面 昨天的主题是 私有学费补助 那其实你求来 你可以不打 他求来就打 他打得很准 那刚刚那一题 处理的是什么 处理的就是 表面上看起来是回应 赖清德院长的 务实台读说 对 可是实际上就是劣解 科市长他很会操弄 譬如说院长 跟总统之间的问题 派系跟派系之间的问题 那他劣解律营 刚刚那个专访暗示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们今天对于 民进党该不该提人 其实不是一时的情绪 他是累积的 他是信任感 没有办法被确认的情况之下 综合考量的理性决策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决策 可是做了决定 他不能理解一个政党 为什么需要这样考量 他理解是说 你这个一定是有 深绿的 台独的 派系 然后郑主义是谋夺篡位 对 那这样的劣解者的角色 对绿营 他也是用这样子 对蓝营也是用这样子 其实去接球 求来就打 提两个一家亲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次的选举 本来是地方的选举 不过我要很客观的说 大概中国因素是免不了了 如果在军机军舰不断的绕台 如果这个国台办再继续骂蔡英文跟民进党 如果柯文哲每讲一次两岸一家亲 国台办就肯定一次 这是劣解蓝营嘛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柯市长其实已经玩得非常的熟练 那柯市长很厉害 就是劣解蓝绿耶 这就偏离了 他本来想说 我用我施政的成绩 我带领着市政团队 我不需要选举团队 我用市政来争取这个选民的支持 其实如果他愿意标举这样子的话 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我们也乐见 因为本来选举里面有一个部分 就是市政成绩受不受肯定 对 那么如果肯定他的市民多过 愿意给民进党候选人 或者是国民党候选人 那当然他就民政言顺可以继续连任 不过目前看起来 这个这两天短线的操作 他表现了一副 不愿意谈政治 但是每一次都可以占据这个媒体的版面 他可以从美苏的冷战谈到金川慧 对不对 也可以谈到核子武器 那么现在可以处理到民进党的派系问题 要倒小鹰 对 我觉得这个太夸张了 是太夸张 我是劝他 因为我在咨询他 比如说其实就算不合作 就来君子之争 大家君子之争 没有问题 你标局你的路线 你的成绩 那诉求你的选民 这样是比较健康 好 所以徐政委员 如果就这个庆丰议员的分析的话 不得了 这个一方面 他讲说这个不是 倒 不是打磕 其实是倒鹰 这是要裂解民进党 然后另外一方面 你看他要抛开申律 要抢两岸一家新再表态 包括现在 昨天丁首宗出席活动的时候 都说要消毒这个所谓 气丁保磕 所以国民党也被裂解 如果柯P他从世大运之后 他的基调都维持一致 甚至两岸一家新被绿营 很严厉的质疑的时候 他都不要去道歉 不要去修正 也许他今天回头来支持 两岸一家新 没有什么好争议 他也许会开出第三条路出来 但问题是 他道歉了 为他两岸一家新 道歉了 他表示现在你柯文哲 你不是有中心主义的人 你是想走投机主义 你想蓝绿都想要 但他一开始开炮的对象 我已经看了出他的策略 他是要跟绿营做决裂 跟森绿做决裂 他还想抢浅绿跟浅蓝的票 但是他的重点会去打绿营 那去打这个赖清德的原因是 要告诉民进党 你们心里很清楚 台独是不可能的事情 连阿扁都讲过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玩台湾 去玩火自焚 我走的 你们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可是我一定是为台湾好 我不会去说那个不负责任的话 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 他在走中间的浅蓝浅绿 也许这一点对浅绿 也许有点效果吧 但对蓝银来讲 我是觉得他比较像投机主义了 因为他没有一以贯之 所以他的力量 可是他马上就道歉 而且国台办又认证说 你的说明我听到了 所以是媒体 是我们媒体误解了 恶意连结 因为他说 他说是如果造成你不舒服 我给你道歉 并没有讲说我讲的是错 但是基本上 他根本不要去上那个 绿营的广播电台 做那个动作 就已经是一个政治性的 道歉已经很清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他的策略 在未来过程当中 一定是绿营 他会不断的批下去 但我只很可惜就说 因为他没有从头到尾 坚持他的中心主义 那会形成像投机的 所以蓝银这边 应该不太可能会被他骗走 反而是绿营比较危险 绿营应该有机会被他骗到票 所以他才会讲说 像导鹰一样 因为会是 这次跟499之乱一样 是你们自己内部在乱 跟我们蓝银无关 我们蓝银已经饱受2014 2016之苦 这个蓝银一定会非常坚持 而且我们是会打团队作战 从北北击桃一路打 不会像民进党 也许在台北 就突然一个坑鼓掉下去 找不到可以一起举起手来 跟孙政康一样高度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国民党 可能会有务实的团结 然后去对抗民进党的分裂 学生委员 你们王鸿辉已经很快的很乐于 以为自己有舞台 他其实也被柯文哲利用 你们团结就被利用啊 他以为利用柯文哲 他表彰选他自己 一方面符合他的意思形态 二方面对他的选民呼唤 然后三方面来削弱绿营 错了 人家就利用你 来劣结你们国民党 然后来抢深蓝的 潜蓝的票 还跟共产党示好 老共什么时候管过地方选举 真的要弃丁宝科 你看看嘛 五月九号 六点钟上完绿色和平电台 八点多 中国时报史无前提 用电子版社论形势 来批柯文哲 民进党的傀儡过眼云烟 九点多 市政府就发出声明 谴责媒体 不要不当年节 第二天安丰山就非常贴心的说 哎呀我们注意到这个澄清了 还帮两岸一家亲加持 你们丁丁完全没有 没有被人家看在眼里的啊 然后接下来 我可不可以读一句话 很简单点 好 每每讲说 柯P是在劣解莱茵 我从莱茵看 她在劣解绿营 那大家都觉得 好了好了 她在劣解绿营 双方都讲 我们不要被劣解 那柯P还拿到什么票 所以柯P的角色 其实就是劣解者嘛 对嘛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她劣解不到谁啊 对啊 那很好啊 那就不用紧张了 那就不用紧张了 那就是 其实你都看得出来 柯文哲这个打法嘛 我今天讲 他为什么对着赖清德 他已经先把赖清德 想成是最可能的 假想敌了 然后第二个 又跟柯台办 最强的对手 对 交心嘛 柯台办就觉得 更贴心了吧 那刚刚庆枫所讲的 军机再来给你绕一绕啊 话再给你放狠话 那柯文哲在那边说 哎呀 两岸一家亲啊 我们要和平啊 要什么什么 台北是有一些经济学民 是有用的 我坦白讲 这是柯文哲要的 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必须要讲 柯文哲的话 经得起检验吗 就像刚刚韦泽委员所说的啊 他最严重不是 两岸一家亲这句话 两岸命运共同体 什么叫两岸命运共同体 你要通我就要跟你通 你专制独裁 我也要带你走这条路 这个叫两岸命运共同体 这个是你首都市长 该讲的话吗 你负责任吗 所以柯文哲是 非常的在取巧 问题是我觉得 老实说 这是前所未见的 复杂的动态的一个选举 柯文哲看起来 是要先打绿 他当然先打胜绿 因为胜绿最讨厌他 他反正也拿不到 打胜绿的 梦拉减小口 巩固潜绿 巩固潜蓝 又对红的交心 那他当然是这样想啊 问题是 如果绿营 选票回流了 蓝营也试破 他的涂谋了 那他剩下什么 他只剩下能够 吹出中间的 又或者说年轻的这一块 但是中间的 年轻的这一块 你就要回到 市政的检验上头 他有市政成绩吗 我插播一个最新的讯情 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劣解 真的是一招又一招 昨天才说 他是把炮口对准了 赖清德 早上最新的回应 他是说什么 昨天打赖 那么今天是打菜吗 还是说 其实他是故意要 制造菜赖矛盾 因为他说 两个人的两岸论述 不一样 怪怪的 今天的回应 然后再配上这个独家 昨天晚上深夜 透过记者 邱明玉所发的这个独家 资深媒体人 5月16号 他放了几篇 2332 晚上半夜的时候 说打磕就等于导音 哇 这个民进党 还说书跟他玩的 放了好几篇 都是邱明玉发的稿子 来 东豪哥 怎么来看这个媒体操作 其实非常好玩 我们如果看一下 柯P跟民进党私底下的见面 每一次 大概都会四十的曝光 那这个曝光有什么效果 基本上 这个当然是蔡英文总统 他们身边的人要去评估 就这个 这种曝光的结果 有一个好处 就是把蔡英文 跟民进党的基层 就整个撕裂开来 也就是说你看民进党 在这一波里面 我觉得民进党的操盘手 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观察 或者他们怎么去想 就是这个 柯文哲的这个事情 这半年来 不断地被讲成 这个蔡英文 跟民进党其他人 想的是不一样 然后再把2020绑在一起 那这个其实对蔡英文 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你再看看柯文哲 你应该怎么去看他 如果我们再把前面的 赖清德的事情 拉在一起看 因为我记得 务实台读的这个事情 是赖清德以行政院长 在立法院备巡的时候 蒋万文也所提出的一个咨询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事情 蒋万文也问了 赖清德不回答 不回答 或者赖清德说 这是总统直选 我不方便回答 是 学生委员 你们会觉得 怎么去看赖清德 会不会觉得他散懂 也不见得 因为他务守本分 因为行政院长是负责内政 他回答那以后 我们才觉得 他干预了总统的权力 是这样子 真的 我是这样想到 学生是比较震害的 难道没有人会认为说 赖清德在说谎 或者你在闪躲 或是不敢回应自己的价值 因为他以前在 台南4E2是怎么谈的 我这一点 我稍微补充一下 赖清德回答了一次 我还勉强可以接受 但后来他跟我们立法委 讲说 不要老是问他这个事情 我也觉得他的风度很好 但问题后来 他自己有讲了两三次 才我觉得他在抢蔡英文的一些路线 因为那两三次里面 他都有特定的背景 所以你要回去看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那句话 就是这个时候去讲这件事情 讲这个事情 那柯文哲在想什么 你说你看 从蔡英文到赖清德 他事实上柯文哲很清楚 民进党只要陷于混乱 继续陷于混乱 对柯文哲的选情是有利的 就是天下大乱 时机大好 是的 而且对柯文哲来讲成本最少 好 可是你再回过来 柯文哲没有要对丁丁对蓝军出手吗 没有吗 当然会出手 因为柯文哲最好的状况 是蓝绿各自陷于混乱 就是蓝绿各自陷于无法团结状况 在柯文哲来讲 他是最好的扩张时机 你不要讲说两岸一家心 他讲出那些讲法 如果你在把 因为小平在问的时候 有一句话刚才没有听清楚 是有关于九二共识 因为我刚才没有听清楚 他到底怎么讲的 可是如果你把柯文哲过去的讲话拿回来看 2014年的12月23号这一天 柯文哲接受了中央社的专访 他当时有一个标题 叫做柯文哲讲说 九二共识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2015年隔年8月4号这一天 也就是双重论谈要在台北举行前夕 柯文哲接受了三个有趣的媒体 第一个是新华社 第二个是中央电视台 第三个是中品社 这里面呢 又被下了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叫做 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基础 我对此了解尊重 那在这个讲话之后呢 在这个三个中方媒体的专访之后呢 郭台办的发言人 当时是范立青 范立青小姐 马上对于柯文哲 就发表了一个 认同两岸交往的基础之后 上海跟台北的交流是没有问题的 类似这样的讲法 所以你怎么去看柯文哲 每一个人心中有一把尺 那你回来看柯文哲 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就非常的有趣 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个紧急的微处理 就是在律师和平那天 所以你看出来 那个三个小时是在做危机处理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引用媒体的说法 就是说在柯市府里面有两派 对 一个是有绿派 一个是要抓蓝的 一个有蓝派 一个有绿派 然后呢柯文哲有讲说 不要什么事情都吵要蔡屁如 是 但事实上在市府里面 我们听到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事实上在市府之外 它事实上是有一个智囊群的 比如说像梁文杰讲出来的 有关于说 这个张三政 董事长 在那一个群组里面 跟这个蔡壁炉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那个群组里面不是只有张三政跟蔡壁炉 那在这个对话里面 最简单的举举个是 因为梁文杰后来也在脸书上 就曾经把这段对话讲出来 有人讲这个人应该是张三政 我觉得柯文杰不知道为何要搞这一招 这下反而危险 也就是说柯文哲在梁云家庆这个事情上 如果你出现反复的时候 他其实会伤到他在蓝的这一块 或者浅蓝这一块 甚至有三蓝的 那那个急速的修正 大家都好奇为什么 那他这个还提到说 会下走的时候 所谓的中间选 如果你回过来看柯文哲 我会那么预测 柯文哲未来面 他会打蔡英文 他都已经说 这个打柯的小音 这个只是在挑拨 那他未来怎么可以打蔡英文呢 不会要这样来讲的话 蔡英文不是他妈妈说了 要感谢他一辈子 欠他一辈子的人吗 可是打蔡英文有利于 他巩固在蓝的选票 会让丁丁的扩张力受到压制 当然我讲的打蔡英文 不是说柯文哲 就很直接的批评蔡英文 不是 我们要出去看就是说 蔡英文跟柯文哲 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继续被操作的 然后民进党的一些执政政策 可以继续被操作的 然后继续被裂解 对 好 那他对来自这块一样也会有 像唯一的是说 你未来 因为未来的六个月 你完全可以观察说 柯文哲把几分的力气 放在蔡英文的那种情节因素 几分打绿 那他就可以充分做到一个列解释 好 对于柯文哲来说 我们知道像昨天的话 具有民进党党籍的 副民主长李文殷请辞了 那大家就说 你看他的团队又一位离开 但是对柯文哲来说 到底他还留下多少朋友呢 包括我们知道 不止他团队里面有所谓 挺科 有科跟反科 科黑科粉 是不是连议员当中也有 那么台北市议员高嘉宇 一直被认为说是属于有科派 当他说这个民进党不提名你之后 是不是从敌人变朋友 柯文哲马上说 哎呀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高嘉宇怎么回应 是跟民进党的关系会变成敌人吗 不会啦 其实我们也是好朋友 没有变敌人 现在讲这个我很怕 不要怕 你有42%民调你不要怕 我保证你港湖第一个最高票 你不要这样讲 我很怕 千万不要这样讲 我一定让你港湖最高票 不要不要 你这样讲我就不想问了 那我会不会变颗率对决 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轻痛愁快 你你在害我啊 我们会不会变颗率对决 不会啦 我跟你讲 四四难掉 好高嘉宇是笑得蛮开心的 到底害不害怕这个 其实我们不知道 不过柯文哲说 哎这个港湖你一定会第一名 所以说这两个人之间 这个直询看起来就没有什么火药味 但对柯文哲来讲 他的团队到底还有哪些人 而到底接下来的选战 他应该怎么打呢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快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知道这个白沙屯的妈咒 起假八天七夜 那么包括柯文哲的爸妈也没有缺席 最新的讯息就是柯妈妈呢 他也去迎接了这个白沙屯的妈祖 那么面对这个白绿分手呢 柯文哲的妈妈说啊 柯文哲你加油 你认真爸爸妈妈都知道 然后突然说那 人家分手怎么办呢 他说没要紧啦 心里都有在看哦 看你是不是占人家便宜 上天安排就好 这个一切都现在交给妈祖了 到底柯妈妈怎么说 带你来看 好柯妈妈好 柯妈妈好 柯妈妈一身绿色套装 慎重佩戴 穿出项链和耳环 柯爸爸尾随在后 要放入圆热脸里接 问到敏感话题 柯妈妈低调回应 谈到选举她强调没有语言 对柯文哲也很有信心 都是名字 有人说得人 有人出来选择不可以 不然出了选择自己算 哪有意思 柯爸柯妈这是妈祖信徒 17号早上到彰化深港 福安宫迎接白沙腿妈祖 请安 配行 谢谢 16号晚上白沙腿妈祖起假 展开八天七夜进香行程 柯爸柯妈特地南下 不少信徒看到柯妈 要求握手合照 可见高人气 柯妈妈 柯妈妈 但柯妈也说 平时只能透过电视 看到市长儿子 选举快到了 更难得见上一面 也只能透过电视 对儿子加油打气 柯文哲加油 市长加油 明明很认真 妈妈知道 爸爸妈妈都知道 三里新闻 许苏维林提 张华报导 好来 议官 让柯妈妈 市长妈妈都说了 你们是别人去乎 市民都在看 柯妈很可爱 对 就是 俗话说 有妈的孩子 像个宝 柯市长也很幸福 不过这样子 选举还是 或者是说 要竞选联任的市长 基本上还是要 市民肯定他的政绩 所以 新民有保比 但是苍生 跟市民要支持还是重要 柯妈妈其实不用太担心 我们帮柯市长加油就好 不过过来看 这个 还要台北市里面市民 对柯市长的政绩 是不是肯定 比如说 这个是昨天 议会执行的照片 议会执行的照片 那么市长说 他一定会当选 他也很有信心 也好 因为你是一个 要竞选连任的市长 有信心是对的 那么 有议员问说 那么局处首长 觉得柯市长可以 连任的举手 其实他都举手了 包括民进党籍的 蓝世聪 袁秀会 他们都是民党籍的话 所以 以后你们提人 不就尴尬了 不会啦 这个 不会尴尬 所以 这个 第一个现象 因为他是一个执政团队 执政团队对自己的 执政的政绩有信心 我想这个可以理解 那到最后就是检验的 然后就是检验 里面当然会有民进党籍的 目前这个阶段 民进党不会去勉强 民进党籍的政务官 有离职的压力 李文英副秘书长 是 印象令人非常深刻 因为他到最后一刻 一直到最后一刻 还是非常尽心的 希望可以跟党团这边 想出有什么方式 可以跟市长之间 关系更为和缓 是 那么当然 他的辞职 我相信私底下 大家都很肯定他 因为他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进很多心理 那这种结果是很遗憾 那到底他做得好不好 科市长做得好不好 其实不是由 我现在直接讲 要接受检验的时候 不是由局处所长 自己来打分数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问说 那个学生委员 你对今年年底 选投影师市长 有没有信心 当然说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但是你能不能当选 大概是选民来做决定 民进党也是一样 现在当时民进党要推出最强的人 或者是说现在现有有意愿的 邀恩助委员来选 有没有信心 我当然是有信心 只是我们知道说 要打这场选举 除了基本盘之外 一定还是要有中间选民 我们这里有两位市长候选人 我们这里有两位市长候选人 黄伟哲市长候选人 跟陈委员 所以一来民进党确定提名 是稳住基本盘 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基本盘 稳住吃到饱 可是光是这样是不够的 光是这样是不够的 你有没有能量去 对于柯文哲市政三年多里面 哪一些是做得不够好的 比如说你对大巨大 的处理满意吗 你对这个公开透明的 这个市政的政治文化满意吗 那市政政府要去检验它 那如果可以透过这些检验 一方面巩固基本盘 一方面打市政盘 那其实沙喀都的战局 未来如何还不知道 但我们前一段是讲的 都是比较偏是政治操作的面 政治操作比较刺激 比较麻辣 但也是柯市长比较擅长的 但是市政的部分 也是议会这边 要持续监督的 剩下一个会期 对不对 过去的三年多 民进党党团到底是执政党 还是在野党 搞不清楚 因为2014 2016是选举合作 可是 但是这一刻开始 你们应该算在野党 那现在是清楚了 如果说要自己提前 我们就是在野党 那么对于柯文哲来说 他现在就是势必要面临撒卡都 来我们看这个中国时报说了 这个团队 亲信同学 只剩下这些人帮他 他的连任危机 因为当年的人都离开了 我特别找了一篇 2014年的新新闻 当时有透视他的阵营 包括你看 有提到张景深林怡震 林世佳张艺善 我想如果熟悉人都知道 他们跟民党渊源很高 但这些人都不在了 还有他的这个 张艺善还在 张艺善还在 好 来再来姚立民当初是他的总舵手 然后我特别画起来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副秘书长李文英 当时是他的妇女票方面 是由李文英来做协助 李文英现在离开了 包括黄大为 林赫铭 李后庆 这几位 也都不在他的团队当中 而林景昌现在呢 算是 应该是回归民进党吧 因为他是文化总会的总会长 所以说我要问的是这个伟中 你相当的了解 那这样他的团队还剩下多少人 那这样萨善杜的选战 他说他现在不排除 又还选 还选出来 所以又是一种政治语言吗 还是说只是一个 吸引年轻人的话术 其实我想 柯文连柯文德自己都很清楚 他自己缺乏团队 这个东西是 大家记得那个时候 大家问他选总统这个事情 他有讲啊 没有组织啊 没有基金会啊 没有啊 那他怎么打总统啊 可是我觉得他的团队的状况是 之前状况 我想大家也都很清楚 因为的确流动力是高了一点 那首先还要赶配这个 李文英副秘书长 其实他昨天的声明 我之前大概就 应该清楚他会离开 那他也讲得蛮清楚 其实刚才韦哲有讲 当时民进党跟柯文哲合作的时候 并没有提 我要塞人士给你 所以这些是柯文哲找的 那是尊重他自己来 对 尊重他 对 那个时候不是一个政党合作 那所以李副秘书长 他的意思也是 就是说他基于职场跟政治的伦理 我不是基于党派 因为本来这就不是政党内阁 但是我是基于对两边的这个伦理 所以他主动地离开 而且是第一时间 而且他是之前就想好 就像刚才清文有提的 他其实到最后一刻都还在 卧血很多事情 所以他其实本身就是一直很希望说 朝这个所谓 李让合作的这个部分 其实傅秘书长在市府里面 就是负责很多沟通协调的部分 光是李傅秘走了 这个对柯的市府 当然就一定会有影响 这个毫无疑问 那像柯是说他马上要补人 那当然对我来讲 我也好奇想说 到底要补一个怎么样的人 能够取代一个 闲熟三年市政 议会各局处的各种各样的沟通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市府团队是来自五湖四海 有社运出身 有民进党背景 有来营的 有亲民党的 这个中间本来就不容易 那一个心跳进来的人 又要去思考选举的事情 又要弄市政 又要议会 议会还有会期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绝对会 不可能不影响到市府的状况 那当然柯文哲他现在讲的是说 还有海选年轻人是打选举团队 那可是他之前也有讲说 其实他是不是要组选举团队 他也不确定 那他就看他了 就是说 我觉得对他来讲 其实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 是没有错 你就是把市政做好了 那其实他也 他说实在来 他也不需要选举团队 因为他每天讲的话 大家都会报道 这就是打选战 好 所以对柯文哲来说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巩固好他自己 但对民进党来讲 就此分手 所影响到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带大家来看 就是说 对民进党来讲 会做这个决定 就是因为要顾好 自己的基本牌 尤其是中南部的选情 来 韦哲要选台南市长 这一个昨天早上的决定 对你们来说 有没有影响 因为双北联动 现在是 苏宣涛有直接讲了 就是说 隔壁的邻居的状况 我们不评论 但是台南呢 我觉得其实当然在新北市 苏院长他会觉得说 有时候尤其他已经是政坛前辈了 这个时候如果对于柯文哲的一些事情 在评论 我觉得反而不好 但我觉得其实在南部来讲 我们倒是觉得 事实上是如果说民进党的这个决策 是决定是挺科 是会有一些外衣效应的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情况下 是大家就和平分手 就柯市长你选你的 那这个民进党选我们自己的 我相信这样未来的民进党的 这个市长候选人 对于台北对于柯文哲 是仅止于批评他的台北市政 哪里做的都这样 如果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些 柯文哲你的那个 那个什么两岸一家亲 是如何如何 坦白讲人家又会讲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些的不是不能质疑 柯文哲两岸一家亲 一定会 但是不是由市长候选人 去质疑他的 这是不一样的 那至于在南部 我觉得尤其在台南高雄 我们真的感受到 非常非常多的选民 按理讲 台南的选民选台南市长 高雄的市民选高雄市长 这关台北市长什么事 当然他们都纷纷会跟我表达 那个黄伟泽 黄委员 你如果你们就跟你们 党中央反映一下 如果你们这个不提名的话 我们真的是觉得 我觉得说又不是人 不是我台 我们总能够体谅 体会这个选民 他的一个关心时局 即便在远在台北 这个的一些选民 其实我觉得 他们也是会关心 而且对于柯文哲 过去这样子的一个讲话 讲话 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 并不是没有看 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 到底现在自己决定提名了 对于其他全国县市的选情 会造成什么影响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当初 民进党担心这个地方包围中央 就担心民进党基层一怒之下 连其他县市都不同了 所以现在字体就是要巩固中南部 但是其实媒体报导就会发现 比如说 其实在蓝军的部分认为 民进党字体新北是利多 那么绿云则是认为可以巩固基层 怎么看好像都会觉得 好像是因为双北联动 包括你看像苏贞昌 如果说是强强相挺的话 就有助全国选情 而这边是丁侯联手拼图围 主打双城联盟 所以美美怎么来看 一个台北市可以真的决定全国 尤其是双北 我这样讲好了 双北人口很多 特别是媒体中心 所以它其实在媒体上面 是有外扩的效应的 但是我们先来说 我先说一个台北的选举 我不认为会影响中南部那么大 因为它毕竟离比较远 正央应该是在台北跟新北 因为它离得近 又新闻焦点所在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我先说 如果民进党 昨天决定离让的话 我这在这就知道 中南部要跳起来了 既知道就先走了 会有一部分人真的 核心自治者会跑掉 你今天就不会站在 坐到这里 对 安抚基层 要有好几个月时间 安抚基层你知道吗 会不知道要怎么算 那所以至少这个是基层稳定 那当然国民党一定会说 哎呀这个有利我们的盘 这个因为大家 主要往自己好处来讲 但是我先讲一点 我就觉得非常有趣 五月九号那一天 那个当柯文哲说 哎呀两个一家亲我真不好意思 后来人家不是说他反复吗 那侯友宇的态度是什么 哎呦 对柯文哲好友善啊 我们要理量他 我们要理解他 然后好像还要跟柯文哲 一起发表什么 叮叮不见的耶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觉得丁丁一定很伤心 那侯友宇你到底心中有属谁吗 不要聊破我们 好不容易听到心中的团结 那都是你们侯友宇做的嘛 那所以就说 而且丁丁也要小心一点 因为对柯文哲来讲 他其实抢蓝营的票 更有机会 他的光谱已经 已经往蓝的那边位移了嘛 你就看得出来嘛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对民进党来讲话 我只要从苏贞昌 就在决定的前一天 你看他报纸登出来 他的反应是什么 人家说民进党 如果没字体 新北市就完蛋了耶 苏贞昌说 不是会完蛋啦 但是会有影响 请中央不要让我太辛苦 意思是说 丁丁说你就要拿名 自己拿名人嘛 他在地线跑 他最有感觉嘛 因为你可以想象 你如果民进党不提人的话 那还得了 他要跟谁牵手啊 我可以补一下 除了字体之外 还有一个下半段 下半脸 就是说你提谁 如果你提强棒 民进党是真的要跟 柯P直球对决 如果你提一个小矮人 那根本就是打假球嘛 我跟你讲 你看 我跟你讲 你看你提谁嘛 如果不是提赖青的 不是提陈局 来 我就会提其他人 都打假 提陈局就算好了 你跟你讲 你不用讲成这样 除了赖青德 陈局 其他都小矮人 这什么话呢 不是媒体讲的 大家以前都要讲 只有他们两个是强暴 不是我讲的 很简单 非常简单 民进党一向是如此 提名的时候 就定位 然后大家全党一直 他就往上升 我请问一下 丁守中 在被提名之前 是巨人吗 好像也是个子矮矮的吧 是不是 中等身材 他还会被人家笑说 要被边缘化了 不见了 白开水 怎么办 然后呢 丁守中提名之后 你们看他做了什么事 没做什么事 有啦 他去见连战 我的天啊 然后他的名叫 就一直往上走 为什么 因为他就定位了嘛 所以就是来律各自违规 好 我们来提供的最新的讯息 这是我的制作人 印给我的事 有一个独家讯息 两岸一家亲先播之后 柯文哲又自认是 莫律 好 里面的内容我们代补齐 但是就会发现说 真正边来边去 事远 这个 你说你要检讨他的事证 没错 可是他就是 又说不答总统的考题 但是又在讲说 他的这些两岸的立场 那你们要检验他又不回答 他只想回答这种题 怎么办 我是很想检验市政啊 没错 不过他一言一行 都高度政治性 最常讲说 除了蓝绿之外 更重要的是是非 除了统獨之外 更重要的是黑白 只是讲这种话也是他 讲到超越蓝绿也是他 可是他在玩弄那个颜色啊 统獨的部分 玩弄最多的其实也是他啦 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你说选民我们尊重嘛 选民会想要检验政治人物 那我们可以理解 是 台面上讲最多的就是他 我刚刚是吓一跳 昨天我在议场 所以我亲身在现场 亲耳听到 中议员跟王宏威议员的质询 他的答复 我听的是 我听到的是 他确认 他就是主张 两岸一家亲 但是他讨厌人家逼他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最新消息 又是莫律 来我来念一下 又是这个邱明玉的 Nonews的最新报道 又是清科人士 他干脆变成科士夫发言 赖清德就是头科坏去 侵犯到总统的职权 那么他引用前民进党 黄熙记的说法 说有些事情就是 只能说不能做 那么呢 对于这个莫律的部分呢 他怎么讲呢 他说呢 清科人士说从头到尾 柯文哲就是莫律 内心没有变过 但现在他在市长的位置上 就是法人代表 不是代表他自己 所以话怎么能够随便讲 这也是为什么 柯在台北市议会 质询的时候 会这样说 哦 现在 清科人士头科坏去啊 还是清科人士就是柯文哲 其实我觉得清科人士 是一直在帮柯文哲 重新做诠释 重新定义 那么讲 这一系列 你所看到的这些讯息 是精心安排的一个过程 就是要不断地释出新的讯息 而且同样一个媒体 同样一个清科人士 其实就是柯身边 不是柯本人 就是柯身边最核心的那群人 找名誉 好好的聊一聊嘛 这其实在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常常有这种状况 对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如果今天柯文哲找我 然后蔡壁卢在旁边 世界一定讲好 我不会用 我不会扣着柯文哲的帽子 我不会说是他讲的 我一定有什么清科人士 但是我听到的是谁 就是柯文哲跟蔡壁卢的讲法 在新闻上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如果 在这种状况之下 要去见面的话 他们对方会开出这种条件 那你自己 当我们做记者的 我们自己会拿捏 我这个时候 我要怎么决定 有的时候我们要求剧名 有的时候我们会同意说 好那用保护 隐藏消息来源的方式 但是在所有东西的铺陈 就一件事情在放讯息 他对这个所有的放讯息 一定在测一些风向 或者要带出一些效果 所以一直在讲 两岸一家亲不是柯文哲讲过 最严重的一句话 两岸一身边共同体 也不是柯文哲讲过 最严重的一句话 我这把他 至少我个人认为 那是比较重的 比如说我昨天跟温森同台 温森曾经跟我讲说 柯文哲是默绿的 只是他绿到你认不出来而已 原意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那我现在讲说 我认为柯文哲 最严重的那句话 我再重复一次 2015年的8月4号 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的基础 我对此了解尊重 谈话的对象 三个单位的记者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 跟中平社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抢蓝军的票 我觉得蓝军本身在立场上面 跟柯文哲的差异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他现在又说它是默绿 所以到底它是什么颜色呢 休息一下 跟我回来更多讨论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